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遭遇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水灾 1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已经得知有两个人死亡 威尼斯遭遇50年来最严重的潮水侵袭 水位高达1.9米 威胁着当地中世纪巴洛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 意大利文化部长巡视威尼斯灾情后透露 国会已经批准一笔2000万欧元的资产修复文化遗产 根据文化部的视察 超过50座教堂被潮水破坏 全城损失预计达到10亿令吉 损坏最严重的可能是圣马可大教堂 因为它位于城市的最低点之一 大部分教堂的马赛克和砖瓦都浸泡在水中 严重的破坏了建筑物的结构 截至目前圣马可依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 意大利政府14号承诺修建活动水闸 拦截海潮的摩西计划将在2021年完成 已经完成的部分提早运作